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是《偷天奇缘》 菲尔是一名新闻人 他对自己枯燥的工作和生活感到厌倦 所以对身边的一切都没有什么性质 周围的人对他自以为是的模样颇为不满 在土拨鼠日这天 也就是2月2日 菲尔前往一个小镇 报道关于土拨鼠日的新闻 他不耐烦地做完了报道 在返回的途中 菲尔和同事们遭遇了暴风雪 被困在了小镇的旅馆 他只得在旅馆暂时睡下 第二天菲尔从睡梦中醒来 他惊奇地发现 今年发生的事情和昨天发生的一模一样 而且日期仍然12月2日 昨天遇到的老太太上前和他攀谈 旧时的朋友再一次来和自己套近乎 做完报道后 他又遇上了暴风雪 菲尔被这些情况弄得摸不着头脑 他感到崩溃 却无人可以诉说 又一次在旅馆中醒来 日期依然是2月2日 菲尔终于明白了 自己被困在2月2日这天了 他的人生将在这一天无限的循环 同时他也意识到了 无论自己在这一天做了多么过分的事情 第二天醒来 一切都会回到2月2日的早晨 他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 于是菲尔做了许多从前没尝试过的事情 他不顾身体 暴饮暴食 利用时间的循环来和美女搭讪 甚至还做出了违法的事情 反正眼睛一闭一睁 什么事情都可以当做没有发生过 菲尔对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利塔展开了攻势 每一天她都想办法和利塔约会 用利塔告诉自己的故事 来和利塔拉近距离 希望利塔能够爱上自己 可无论她怎样努力 利塔还是没能爱上她 这让菲尔变得十分消极 她开始厌倦这日复一日的生活 想要终止这一切 于是她想到了自杀 菲尔偷走了土拨鼠 用土拨鼠来操控翻线盘 企图利用交通事故杀死自己 虽然菲尔死在了交通事故中 可眼睛一睁 新的2月2日又开始了 她又尝试了许多自杀的方式 都没有成功 一次次的死去 一次次的醒来 她甚至连自己的生死都不能做主 菲尔只得把时间循环的事情告诉了利塔 为了一番口舌之后 利塔总算是相信了她 两人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菲尔决定改变自己 她晃了一种方式 看待世界 真诚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努力对大家友善 热心地帮助有困难的人们 她不再像以前一样虚度时光 而是利用时间的循环 去学习了钢琴和冰雕 在舞会上 菲尔的钢琴水平 令利塔惊讶 二人一起在舞池中摇摆 在拍卖单身汉环节 利塔以最高价 拍下了菲尔 菲尔用自己精湛的冰雕技术 为利塔做了一个冰雕 她终于赢得了利塔的芳心 想到第二天利塔 又会忘记今天发生的一切 菲尔感到非常的遗憾 第二天醒来 耳边响起了利塔的声音 菲尔惊喜地发现 时间的循环已经结束了 她从2月2日中走出来了 终止这一切的不是别人 正是她自己 两人从此过上了 幸福快乐的日子 在这场时间的循环中 菲尔收获的不仅是爱情 还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如果我们改变不了世界 改变不了时间 那则先从改变自己入手吧 经历过的一切 都是在为了更好的明天做准备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不见不散